好來接下來要教我剛剛講過的磁鐵 磁鐵就是原來是指天然的可以吸引鐵的東西叫做磁鐵 磁石 現在只要是可以吸鐵的 有磁性的 就叫做所謂的磁鐵 不管天然的還是人造的 然後呢有這種分類的方法 跟到形狀分 看一下就好了 條形的馬鈴形的 環形的 這個沒有關係 下一個有關係 有所謂的天然磁鐵跟電磁鐵 電磁鐵是後面要交的重點 電磁鐵是後面要交的重點 要曉得電磁鐵 再來有分做所謂的永久磁鐵跟暫時磁鐵 硬磁鐵跟軟磁鐵 這個也是後面要提到的考試會問的 這也是因為他會跟磁化有關係 他會跟磁化有關係 所以這也是後面會交的 永久磁鐵 暫時磁鐵 硬磁鐵 軟磁鐵 OK 這叫做磁鐵 磁鐵呢 我們指向南北方 就像這樣子一樣 這就是一個指南魚 這就是一個指南魚 他只是沒有做成魚的形狀而已 他在水上面可以自由轉動 然後等他停止的時候 他就會指向南北方 他一直都會指向南北方 他一直都會指向南北方 就是指南魚的意思 剛剛前面講的是指南魚的意思 OK 來 磁鐵的名稱 來 這個東西調起來 自由的旋轉 停下來之後指向南北方 指向南方的中文叫做指南極 英文叫做S極 我們很少用中文 叫指南極 有人來省略變成所謂的南極 你說怎麼搞亂搞混掉了 所以我們很少用中文 我們通常都是用英文 英文 S極 指向南方的叫指南極S極 指向北方的叫做指北極N極 之類之N極 剛剛跟你說過了 我們很少用中文 大部分都是用英文 N極跟S極 指向北方的叫N極 指向南方的叫做S極 這兩個合稱叫做磁極 等一下就要用到它 叫磁極 他叫磁極 OK 指向南方的叫做S極 指向北方的叫做N極 他們都叫磁極 磁極的磁力比較大 磁極的磁力比較大 所以呢棒狀磁鐵的磁極在左右兩邊 國中生是降膠的 現實生活不見得是這樣 國中生就降膠降考 棒狀磁鐵的磁極在左右兩邊 所以你看照片 左右兩邊吸的鐵粉最多 表示磁力最強 然後中間的區域叫做中性區 沒有磁性 中性區沒有磁性 所以吸不住沒有磁力 沒有磁力 所以這叫做磁極的磁力是最大的 中間的中性區沒有磁力 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磁極什麼意思 記得N極跟S極 指向北方的叫N極 指向南方的叫做S極 就可以了